今天是12月30号 2013年全联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大家都在总结2013年收获怎么样 有亏了多少钱的 有赚了多少钱的 基金也在做总结 还有就是在这个总结的过程中 我们看又爆出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牵动着亿万股民的心 那是什么消息呢 就是中美两大 投行的巨头 发布了明年的一些 经济的一些预测 以及股市的一些预测 但是明显的是相反的一个预测 那到底是中国的投行说的准 还是美国的投行说的准 他们说了什么 我们来做一个大致的解读 那么大家觉得 明年的A股也就是2024年的A股 会不会出现大涨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以及这些消息面做一个解读 在讲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云淡节来了 祝大家云淡节快乐 那我就请问一下大家 2023年结束了 你赚了多少钱呢 或者说你亏了多少钱呢 有人问我 二阳先生你2023年收获怎么样 其实不多 也就是属于一个正收益 当然最多的一个账户是20多个点 所有的账户都是正收益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 基金的一个排名 或者基金的一个总结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2023年 中国的基金就是 股票型的基金 它的亏损的幅度 大概整体在10 12到15之间 就是说它平均的亏损幅度 在12到15之间 也就是说 以买股票为主要类型的基金 就是我们说偏股基金 大概亏了百分之 平均起来 拘留了百分之12到百分之15 在这个区间 亏了最多的 那就不用我说了 我们说涨的最多的 2023年的中国股市里面的 什么基金冠军 有两个 有两个有偏股型的 有偏债型的 还有一些混合型的对吧 我们就来对股市里面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混合型的一个偏股型的 偏股型的好像是2023年的 冠军大多是多少吗 大概在55个点 也就是说 2023年以买股票为主要对象的公募基金 它的冠军收益只有55个点 大家想一下2023年有多难 好 还有就是以偏股型的 就是混合型的 还有一个以混合型就是有 有买股票的 还有买其他的一些产品的 它的收益大概在58个点上下 那么这是我们2023年的基金冠军 朋友们 你想想连一个60%都没有 那就代表说在2023年中国的行情有多难 对不对 亏的多的 然后就不用我说了 我在前几天跟他说过 中国股市有一有一支基金 他亏了只剩下三分钱 前段时间跟他说过 亏了96.7% 大家想想他这个钱是怎么亏的 这个真的是无法形容 无法来说明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亏的 说真的 就算一个普普通通的 啥都不懂的散户 也不能亏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无法言语 好 我们回到市场本身 在这段时间 A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暖 这几天连续三年扬 那么在三年扬 涨了以后 很多人突然一下子 又看多了中国股市 说2024年会大涨 甚至有人说2024年会大流逝 那么到底会不形成流逝呢 尤其是我们的金融财旅 金融财旅他说 中国股市将迎来逼空式的上涨 大家知道逼空是什么意思吗 逼空就是说多方在强势的进攻 把空方打得一派糊涂 就是涨涨涨 就是不断的这拉伸走出一个什么 走出一个强劲上涨 大家觉得会有这种走势吗 我觉得想要走从这样的行情 真的很难很难 逼空可能是一个愿望 但是上涨的话 概率还是偏高的 但从中美两大巨头的 这个文章当中 或说一些年报当中 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不同 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欧美股的 美股的一些情况 以及美 美国的投行的一个情况 美股 大家知道在去年 创了一个什么 创了新高连续走 很多人说美股要跌了 美股要什么 要大跌了 甚至在前期有一些文章表 有一些机构预测 2024年 2024年 美股要跌50%以上 甚至有人说 美股要跌80%以上 我觉得这种言论 不知是怎么来的 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有点点是吗 为人首听 对不对 这种没有得到证实的 只能说是以什么 个人猜测或说一些小作文的 但是从 美股的走势来看 包括美国的一些投行来看 他说2024年 美股的整体涨幅 大概还要维持10%左右 那么大家觉得美股在2024年会 再次出现10%以上的涨幅吗 还有我们现在回到中国了 他找的多找的少 跟我们没关系 是吧很多人是买不了美股的 好 美国的投行巨头高盛 对我们中国的股市做了一个解读 对我们中国经济做了一个解读 但我们来说他对不对 现在回顾一下他在 他说我们今年的中国经济 与中国股市的一个情况 他说我们中国的经济 在今年以来 是表现的疲转的 表现的是什么 比较什么比较难的 但是从今年的中国经济来看 对吧高盛确实是说对了 他确实说对了 我们今年的中国经济确实平软 确实表现比较差 还有他说我们中国的股市 大概都会走成一个什么 走成一个翘尾的行情 L型的往下走的一个翘尾行情 我不知道是神操作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A股确实在年 最后的这几个交易日 对吧 在2023年的最后这几个交易日 确实迎来一个翘尾的行情 迎来上涨 确实也是被他说对了 从美国投行的分析当中 明显的发现他几次都是说对了 甚至他说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行业 一些方向也是几乎是对的 但是我们中国的投行巨头 中金 中金的话在 对吧 在年初大家可能还记得 他说我们中国2023年的行情 会比较好比较乐观 但是 确实是属于一个什么 非常之不乐观的 对吧 在连续七个月的一个走低一个沙跌 导致了股民机民损失常众 明显的中金的什么 中金的报告 或说中金的预测是不对的 对不对 好 中金在近期也出了一个预测 还记得在前几天 我跟他说过 中国股市里面十大券商 发布了预测 中金也说了一个预测 他说中国 股市 中国股市现在是什么 是属于一个极具价值的一个低位 那么明年也就2024年 将迎来大幅度反弹 大幅度的一个上升 那么他说的对不对 这里我们来接着讲 我们再次回到高盛 高盛他对明年中国的股市 以经济的预测 他说中国经济如果没有在大的变化之下 明年的经济 就是GDP大概在5.3%左右的一个增幅 相对来说是属于那种什么 属于那种正常的一个情况 如果如果没有特别强硬的一个政策的话 可能明年经济还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 一定幅度的一个什么一个弱势 但从他的治理行间就可以发现 他对我们中国经济不是怎么看好 对吧 急需 就说我们中国经济急需大洲 才能够走出泥潭 但是他同样的也说了 中国经济在明年的什么重点核心上面 看点或说热点上面 主要集中哪里呢 中国经济能否走出泥潭 能否走出强劲的走势 关键在看他这个行业里面 他说是谁呢 房地产 他说中国经济 包括中国股市之所以走成这样 房地产拖累是非常是大的 如果说中国经济要走出这种迷茫的状态 或者说中国股市要走出比较好的状态 房地产必然要什么要稳 甚至要出现反弹 那么大家觉得明年也就是2024年 中国的房地产会不会出现反弹 但是你会发现从近期的 高层政府各部门的信息来看 房地产的利好是非常多 旧房地产是非常坚决的 但是这个坏消息也很多 这两天爆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宏大事件 宏大有多少有几千亿的债 现在要到期了 现在还不了 这里是其中一个房地产公司 还有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会发生一个 发现一个什么一个信息 就是万达 万达都知道王老板的公司 他近期也是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 他在卖 卖的是什么 卖的是他核心资产 万达的核心资产 大多是什么万达广场 对吧 万达广场 那么王老板最近也是在什么 卖这些资产还债 这里就可以说明 整个的房地产的寒冬 还在持续 还在延续 并没有过去 包括前期爆出的碧桂园 有人说碧桂园的债务危机 可能比恒大更大 如果说他爆发债务危机的话 他什么漏洞出来的话 可能比恒大还严重 所以从种种迹象表明 房地产 是吧 还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 那么高盛说 明年的关键点就在于房地产 我们的房地产能否出现强劲的反弹 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 需要 其实说真的 就需要高层的智慧了 我们高层能不能解决房地产 这些问题 很关键 对不对 但目前来看 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为什么 因为宏大世界 还没有一个明显的转机 那么会不会出台一个更好 更加强劲的一个政策 或说一些方法 目前来说还真不好判断 但从技术方面来说 房地产确实是属于一个低位 低的很差 对不对 这个就看我们的高层 如何放出的一些什么 政策的 在这个位置 你想想 房地产是在几年的一个大底 一旦出现好转 出现大幅度的一个反弹走势的话 那么它必然会给经济带来一个支撑 或给股市带来一个支撑 所以 高盛说 我们明年的重心是在这里 如果再次发现这种什么 这种不好的现象 甚至比今年更严重的现象 比如说宏大暴雷后 或者其他的一些房地产板块的一些个股 或者说一些企业 再次暴大雷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把整个房地产板块 再次推入一个离台 对中国经济 对中国股市来说 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那么中国股市可能还会迎来 是吗 迎来这种下三四的走势 下三四吗 红盘一下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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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下楼梯式的走势 那他对中国股市的整体走势 不是特别的看好 那好 我们现在回到中国的投行巨头中金 中金说了什么呢 中金说 2024年 我们中国经济会向好 2024年 我们中国股市会迎来大反弹 那他给出的理由是 我们的2024年会有更大更加好的政策 或者更加宽松的政策 高层在明显的放出信号 什么信号呢 以前是以什么 以房地产带大基建带动经济 那么现在明显的是以什么 以投资加消费带动经济 所以明年的重心在消费这一块 那么消费对吧 带动经济 或是投资带动经济 那你想想 要消费必然要有什么 要有钱 对不对 没钱怎么消费 所以他说明年 要想把经济拉起来 以投资加消费带动经济的话 必然要手中要有钱闲钱 那么闲钱从里来 中国的大多数的什么中产阶层 就是中产阶层 对吧 他们的钱几乎都是在房子里面 都是在股市里面 所以要想要这些中产 中产就是两亿股民 七亿基民 能够回本 能够赚钱 那么他才会消费 他才会带动经济 所以他说国家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政策 是吧 这里就必然要少不了什么 少不了股市的上涨 因为只要股市上涨了 大家手里才会有钱 股民也好 基民也好 他才会有钱 有钱的他才会消费 所以他看好 明年的整体的行情 另外一个 他也给说一个具体的方向 中国股市想要在这个位置大涨的话 想要在这个位置强势的爆发的话 那需要大权重方向的发力 大权重方向必然要什么 要出现大幅度的发力 才会起来 他看好的是谁 大金融方向 那么大金融会不会成为2024年市场的推动力 从银行保险证券的位置来看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好 那我们来看银行 他近期师傅调整非常之充分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低位 甚至是一个非理性的跳水杀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和高中 银行您的反弹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 今年以来我们的国有市大行 就比如说中国银行这种 他其实是没有 是吧 没有跌的还是涨的 你看一下 如果你在今年2023年 对吧 2023年的时候 你买入的 或者说你持有的是中国银行 这种 你想想 他在年初的时候 中国银行的大 那当时他在 三块钱上下 对不对 在年初 一月初的时候 中国银行是在三块钱上下 那你看在 12月收盘的时候在4块钱 也就是说这一年下来 中国银行是涨了 百分之三十几 百分之三十几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他趋势是上上的 那在这一年里面 你持有的是金融股的话 那你就会赚钱 甚至赚了几十个点 不仅是中国银行 还有包括什么呢 还有包括像 工商银行 这种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 明显的一个丧失的一个走势 你看对吧 这里是2023年的1月份 当时多少工商银行的价格 在4块钱上下 4块钱上下 好了你看 年末就是收盘的时候 大概在4块8左右 4块7毛多 他也涨了7毛多 7毛多的话涨多少 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对吧 工商银行在整个2023年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今年以来你如果持有的是什么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这种大银行的 那么你是获得利润的 但同样也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种对吧 就是刀烧银行 但如果你持有的是招商银行 这种类型的 你想想2023年你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2023年的招商银行 整体的走势 这个是2023年的我们看一月份 一月份的话 当时价格在35块钱左右 35块钱左右 你看2023年收盘的时候 多少 二十八块 二十七块多 三十五 二十八算他跌了多少 跌了七块钱 招商银行整体跌幅是百分之二十 对吧 从三十五跌到二十八 跌了七块钱 不就跌了百分之二十吗 所以你在今年买的是招商银行 这种类型的话 那你就亏损了百分之二十 买的是中国银行 这种你就赚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买的是工商银行 这种你也可以赚了百分之二十 所以明显 明显的银行板块出去分化 那么到2024年 银行板块会不会出现大涨呢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2024年银行板块的什么 中小银行或说一些次性银行 一些人气银行会迎来补涨 中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这种不涨了 那么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这些什么 人气银行 这些银行可能会迎来一个什么反弹 迎来一个补涨 如果这是这样子的话 是吧 银行板块必然也会什么 出现个比较好的预期 好 另外一个就是他重点讲了证券 证券的话 是2024年或说是中国股市 要启动的必然要关注的一个对象 因为大家知道每一次大盘涨 每一次中国股市要涨证券 必然要动 那么他也看好证券的走势 那为什么他看好证券呢 其实他现在看好的是什么 证券股的重组 那么重组以后 他才有机会和高顺这些什么国际巨头 去拼手腕 所以他说在澳年澳四年 中国证券行业将会迎来加速的一个什么 加速的一个合并 甚至一些大的投行 大的这个证券公司将实行强强联合 如果真的实现的话 那整个证券板块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期 那这里一涨的话 就会带动整个板块 带动整个市场进攻 那么大家觉得 2024年银行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 会不会出现异动呢 从整个的市场来看 前面多次预测 我们的中金是明显的是拖了后腿的 但是从近期的情况来看 感觉 他说的又有点在理 对不对 毕竟我们去年跌的很惨 毕竟我们的经济确实有出现减缓的迹象 甚至有什么有反弹的迹象 那如果说如果说在2024年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政策利好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毕竟毕竟我们的经济在今年出现明显的震荡的情况下 或说出现弱势的情况下 明年要出现大招对吧 要出现大招 那么大招其实国家已经放出来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中金公司分析的那样 2024年的大招就是什么 以投资带动消费 或者说以消费带动经济 这种策略 所以最关键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钱 那么这个钱 其实大家可能发现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政策的宽松是非常大的 有人说我们今年已经放了几万亿 但是老百姓感觉就没钱 对吧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钱都在银行 大家可能会发现银行里面的存款是越来越多 存到很多很多几十万亿在里面 那这个钱没有流出来 是吧政府放了钱又存到银行里面去的 又到银行里面去了 那这个钱没流出来就没流动 没流动就没产生价值 对不对 那么他就把这份银行里面钱 把银行里面钱 是吧 把它放出去 银行拉动经济拉动消费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前段时间 银行出现存款降息的原因 还记得吧 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讲 银行出现一个存款降息 30是20万 20万是吧 存到银行三年 存银行三年 利息减少了1800 那高层为什么会出现存款降息 就是因为银行里面钱存太多了 要把这份存款拿出来消费 拿出来投资 以投资消费带动经济 就是说这个钱要流动起来 他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从高层的这些动作来看 中间公司这一次的预测 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那么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呢 2024中国股市会不会赢了一波大行情呢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